在上一期视频我们聊了T车与A车差距最小的10张地图合集 这期我们来说一下8张A车与T车差距最大的地图 前面你们先别惊讶 因为最后面那张图的差距可能会超出你们的想象 先来看第8张地图洛杉矶 孙悟空的最快成绩比刘火的国服成绩快了2.3秒左右 这个差距出现在这张图馆还是有点意外的 毕竟除了起步那里猴子有个氮气优势之外 其他并没有太多密集的加速带什么的 而且猴子还是去年发布的车 刘火是今年发布的车 再来看看第7张地图0号试验场 孙悟空的成绩是比延军的快了2.36秒 这张图出现这个差距就没什么意外了 毕竟延军只是纯动力A车 而猴子是加速带加动力车 这张图那么多加速的 那对比洛杉矶都有2.32秒的差距 这张图快个2.36秒 其实也不算大是吧 然后第6张地图是情迷爱情孩 这张地图的加速带多且直线多 所以呢猴子的超级ECU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说冰魄也能胜任这种长直线地图 但冰魄吃了速度上的亏啊 所以呢这张图猴子比冰魄快了2.48秒 第5张图呢是11层 哈雷特呢比旋月快了2.58秒 这个差距呢主要还是起步阶段的长直线造成的哈 如果没有这个长直线那差距将会小很多啊 比如说反向11层的起跑就没有这么多长直线 那差距呢就拉到了1秒多而已 第4张图呢是疾风机场 这张图呢依旧是猴子ECU的容错率太高 这张图呢两个需要氮气和小分子点 它的ECU都完美的逼配上了哈 所以呢即使冰魄容错率在这张图也并不输猴子 但跟爱情海一样啊吃了速度上的亏啊 所以呢猴子在这张图比冰魄是快了2.68秒 第3张图呢是精华冬梦 孙永空呢比流火快了2.9秒 差距有点大哈 但没办法猴子起步就氮气优势 加上两个超级ECU在后段的无敌加成 这优势呢光靠流火那点速度和小分子容错是比不了的哈 所以呢就出现了差不多3秒的差距啊 第2张图呢射三血游龙 猴子呢比冰魄快了3.16秒 跟精华冬梦一样 两个超一跟起步的氮气加成实在是太猛了哈 所以呢依旧是出现了差不多3秒的差距啊 最后呢是差距最大的地图啊 前面呢都是指差距几秒而已 但这张图猴子跟四天饕贴的差距可以达到10秒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张地图 同等技术的两个人在不失误的情况下 开T车的人可以让开A车的人未完成啊 没办法猴子呢不仅可以在加速带放氮气 且他的超一在释放之后只要踩加速带都可以获得小喷跑氮气延续起来啊 而A车呢连加速带上放氮气的车都没有 那这张图呢恰巧又是很多加速带加速没完全消失又继续加速的地图啊 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差距啊 总的来说目前A车与T车差距最大的还是在加速带地图上 所以呢大家明白为何下一辆联赛车是加速带A车的原因了吧 那就是为了拉近A车与T车的差距啊 而哈雷特的发布呢主要还是因为一些短图上A车跟T车的差距很小 甚至超越T车的原因啊 所以看得出来策划是既不想要A车超越T车 也不想T车跟A车的差距太大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支持一下哦 谢谢